国内疫情升温确诊人数屡破新高 尤其部分警销人员也染疫 预理分局启动防疫应变计划 并实施异地办公演练 彻底防止染疫风险 进而确保发生紧急状况时 所有警政勤务仍够有效运作 国内疫情升温确诊人数以倍数增加 站在防疫第一线的警销也无一幸免 为了防止染疫风险 预理警分局即刻启动防疫应变计划 并且同步进行异地办公演练 除了将个人办公事务机具 资讯电脑等设施设备至于分局交易厅 并且将内寝人员抽掉三分之一人力 首席办公以减少交叉感染几率 彻底防止染疫风险 同时也强化落实实名制量测体温 做好个人防疫以备不时秩序 警察工作是24小时不间断 更是接触民众最频繁的公务人员 预理分局为了避免 也无单位受疫情影响而停摆 因此防疫工作是超前部署 借由事先演练 提升应变协调能力 期盼将疫情影响降至最低 国内本土确诊个案7号冲到了382例 其中花莲就有16个确诊个案 呈现倍数成长 预理警分局分局掌握机心 不敢掉以轻心 率先办理异地办公演练 同时各项防疫工作则是内外并行 多一份的准备也减少一份的灾害 全力防阻疫情的传播 记者时玉兰玉理阵采访报导